大家好 我是钢女郎 马思纯 一开始我以为 我是要跟冯小刚合作 去了之后发现 张绍刚 张绍刚老师刚才和李大还说 这个豆瓣评分就4.6分 我是 我也没想到 就是出品人 对这个豆瓣评分的影响会那么大 乔麦疯长呢 其实本来是一个挺文艺的名字 大家能感觉到吧 但是出品人是张绍刚 你们不觉得立刻就变成了那种 农业悬疑片吗 就是乔麦为何疯长 究竟是张绍刚道德的沦陷 还是张绍刚人性的扭须 张老师 这都我是在中传播音系学的 现在还给你 这次来呢 就是为了湖兰 是偶像啊 我不是要吵什么CP 虽然说我真的是 非常喜欢脱口秀 但我也不至于付出这么多 对吧 我就是在脱口秀大会的时候 我看到湖兰 我就觉得 这小动物还会说话 所以说呀 就说马苏姐 你要追星就别追什么悬兵什么的 你就追星就追这个脱口秀演员 你追悬兵的话就跟追兔子似的 你吼累的你又追不上 你就追这玩意儿 你知道吗 就跟追那个东北的傻袍子似的 然后你就 你就在喊 你说嘿 然后他就回头看说 嗯 谁 然后你要是不确定呢 你就说 让上去问 你就说 你是袍子吗 然后他就在袍子 袍子呢 就在后面说说 对 对 学的好像不是很像 马苏姐 我本家 之前 那个 他老逼别人 叫他马漂亮 以前呢 大家叫 现在大家也不叫了 张爱玲老师说过 人都是势力的 我觉得不对 应该是 人都是有势力的 你看我还是可以用对张爱玲说的话了吧 只要这个句子足够短 宋方金老师说 说我能得金马影后 都是周冬雨带的好 我觉得不对 应该是我衬托的好 别说周冬雨了 就算是宋方金老师 我都能让他一块跟我当影后 片名我也想好了 就叫七月宇方金 海报我也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方金问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七月说 是你逼我的 我掰死你 方金老师之前痛斥演员改剧本 实际相瞒 我也改过剧本 我之前演过一个悬疑的剧 然后拍了15集之后 编剧跑了 他写不下去了 然后留下来了几十集的悬疑呢 都是我写的 最后挨骂的呢 还是你们编剧 我后来看了 从方金老师 15年的新作 这个熊出没的夏天 里面压根没有 熊大熊二 您这哪是熊出没呀 您这是熊没出啊 我再一看 豆瓣评分 没评分 到秦浩了啊 秦浩 我俩特熟 最近演张东升演火了 都说他演技好 我觉得呢 不是演技好 主要是发型好 给你们演一个 就把这个前面的头发呢 往后撩 然后把旁边的头发呢 往中间一放 是不是觉得挺突然的 让我恢复一下 本来以为那个 他之前演文艺片啊 他就说他没钱 动不动就跟我哭穷 动不动就跟我哭穷 动不动就哭穷 我就说你不应该叫秦浩啊 你应该叫秦穷 然后现在觉得他火了 赚钱了 应该有所改善了 结果一见面 还是跟我要钱 一见面就跟我要钱 一见面就又跟我要钱 就这种人啊 我只在地铁上见我 主咖 黄一姐 最近付出了 我挺为他感到高兴的 张爱玲老师 没说过 但是网友说 他说过 如果一个人的感情 得到了解脱 那么另一个人将可怕 那么另一个人将走向可怕的地狱 当然也有可能 走向的是可怕的监狱 黄一姐 感情有很多波折 我还问他 我说一姐 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啊 一姐说 我现在的择我标准 就是王建国呀 我说 我说我懂啊 一姐 你就是累了 想找个老实人 不过我还是挺看好 异国这对CP的 毕竟异国太香啊 最后我要感谢脱口秀 给我带来的快乐 让我走出了低迷 然后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我是马思淳